澳門服裝節2018-18日下午 在澳門威尼斯人開幕 今屆服裝節有31組設計品牌參與 場內設置時尚風格展示區 以特製裝置展示澳門服飾品牌的魅力風采 開幕當日以一帶一路時尚會演作為搶頭戲 令觀眾除了可以觀賞到不同地區的設計之外 亦都可以感受到不同文化背景對於時尚創作的詮釋 可以演出更多應該不想他們的演員 如果不成功一起唱 更加可動的超級音樂 對搶頭戲 大家好,我是Chafin的製作者,我叫Chantelle。 這次我們參加服裝自己的collection是2019年春夏的一個ready to wear系列。 我的idea的來源是來自於電影《霸王別姬》。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中國文化,也很喜歡電影。 我當年看《霸王別姬》的時候,跟現在看也有很大不同的感覺。 兩樣,逛街的東西,禮服的東西,一些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混合在一起。 所以我就會畫了一些因應這個idea,畫了一些自己的pattern。 其實這個pattern都是一些我自己的感覺。 全部是自己畫的,所有的東西。 然後再加上牛仔布,因為牛仔布是一種比較新式的布料。 其實這個collection有一點未完,就是我們還有一些在這次售上的東西。 就會混合在牛仔布一起,其實就想表現那種新舊文化的衝擊。 澳門服裝自2018,10月18日至20日, 在澳門威尼斯人佛羅倫斯廳舉行。 字幕志öm新覽